这段时间各地陆续开始体育中考了 一些声称可以提高体育成绩的神器也突然走红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商家瞄准了中考考生和家长 售卖体测鞋和功能饮料 那么这些助考神器真的能够提高体育成绩吗 只需在体育考试前20分钟喝上一瓶 你的各项体能素质就能全方位得到提升 这样神奇的药水你相信吗 近日多家电商平台不少店铺打出中考体育的招牌招来生意 出售咖啡音片 盐纹 蛋泵等五花八门的营养补充剂 一个商家介绍 其售卖的产品适用于中场跑 跳跃 球类等多项运动 可以有效提升中高考学生的体育成绩 咱们这款液体蛋泵的咖啡音氧量高达400毫克 对于耐力 爆发力和信奋度都有很明显的提升 电商负责体测想要连续爆发脚的时候就非常适合 除了各类药剂 一些商家也针对中考考生做起了运动鞋的生意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封面广告上写着中考体育专用鞋 考试鞋 体测鞋等字样的商品比比皆是 售价在100元至上千元不等 其中一些鞋在近一个月内的销量达到了上千双 是用这个爆米花材料做的 弹性大 主要是跑和跳有辅助作用 随着中考日期的临近 各类硬式神器受到了许多家长的关注 那么这一类物品真的可以提高体育成绩吗 一些医生指出 网上售卖的蛋泵等含有咖啡因的营养补充剂 不仅起不到短期内提升成绩的效果 还可能对孩子的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短期内使用咖啡因是不能够使肌肉增长的 而提高一种运动的能力的 反而会因为机体不能及时感知到这种疲劳的复反馈调节信号 而导致过量运动产生的一种肌肉损伤 服用过程当中可以导致患者出现失眠 紧张 烦躁不安 甚至可以诱发癫痫 对于不少商家打着中考体育的旗号 售卖所谓的体测鞋 业内人士也指出 其实这些都是商家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炒作概念 希望借助这些无所谓的装备来提高自己的成绩 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咱们一些相关的家长和同学的焦虑 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 但实际上来讲 学生考试成绩的取得 是跟他自身的这种硬实力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